赤勒川,殷山下,天使穷炉,龙盖四野 北极武平元年五月 大将狐狸光刚破北州大军取得大截 朝野仍在欢庆之余 然而此时的晋阳城外却突然格外的树木 一只送当队伍缓缓地走向城外 只见大队人马的侍者手之魂翻 乐手鼓吹长脚 哀乐与哭泣交织引领着王子的关旧向西南而去 往来桑谷见着送葬人群浩浩荡荡 一眼睛望不到头 心中暗响 这定是当朝哪位王侯哄逝而去 时光来到1972年秋 太原市王国村的老乡们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打着弱妖妇刮古墓 死宝变活宝的口号 在村西南偶然挖到了一身足有十米的墓道 而就在墓道两旁 鲜艳的壁画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只见人人马马 遗仗队伍 鼓吹乐手 像极了古代送葬的人群 前面骑高头大马配奸在腰间的人 神态迥异 有的淡定自若 有的顾叛神非 有的甚至躲在人群中 正眼直直的凝视 马儿更是极为鲜活 有的前腿腾空 有的后腿蹬地 马蹄或凤羊或踏空 马手或高昂失明 或低垂哀嚎 在昏暗的灯光下 这种栩栩如生的感觉 让在场的人们感到一阵阵寒意袭来 很快 鹰兵从墓中而来的消息 传到了太原寺文物管理委员会 从当天墓葬被发现 到后来国家文物局专款维护 专派央美及三溪画院的教授前去临摹 再到省委政府的领导 全国各地的美术家 学术界的大佬们络绎不绝 牧民前来参观 也就仅仅几天的时间 可想此墓葬在中国考古史 乃至考古美术史上 都将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总体来说 墓葬在被发现之前 就已经遭到了多次的盗绝 但还是出土了不少随障品 大部分为仪仗涌 武士涌 纪月涌 陶瓷和石雕 有着浓郁的北朝风格 这些东西过去是盗墓者 看不上的东西 但也足足发掘出了870余件 其中唯一的一件在盗洞口 清理出来的禅金事件 应该是墓主人冠上的装饰品 可以想象 当时的随藏物品 是有多丰富与华丽 也能推测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应该非常之高 这座墓葬为甲字形砖器丹石墓 坐北朝南 由丰土 墓道 永道 天井和墓室 五部分组成 典型的北朝制随堂行之 一开始考古学家以为墓主人 就是北齐大将胡绿金 毕竟这王郭村 王指的就是北齐咸阳王胡绿金 郭是成郭的意思 但当找到墓之名的时候 最终才确认为 北齐东安王楼瑞之墓 楼瑞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但是提到楼昭君 正位母仪天下 同时育有北齐高阳 高衍 高湛 三位皇帝的五名皇太后 就知道墓主人的身份有多显赫了 楼瑞真是楼昭君的侄子 曾跟随省武帝高欢一生戎马征战 绝封东安郡王 官至司空 太师 并州刺史 地位比胡绿金有过则而无不及 虽然这道墓子 墓名挖走了诸多的金银珠宝 但是却不知道这墓道和墓室中的 壁上单亲 才是最价值连城的东西 如今来看堪称国宝也不为过 整个墓道总长22.3米 所有的绘画内容 依据墓道的由上至下的坡度 来进行增减 大致可分为三层 如果刚进墓道 位置处于高处的时候 平行看去 可以看到的是东西两壁的出行和归来图 共28幅 总体是以长卷式展示 表现的是墓主人生前戎马生涯的场面 那么提起长卷 就不得不说一下中国的绘画史了 我们知道 中国古代绘画的起源很难说清楚 虽然从原始文明到秦汉 我们能从陶冠 丝博等物品上 看到一些复杂的花文和图案 但是要论真真正正的中国美术史的开端 那还要到魏晋子南北朝时期 比较系统性的山水 及人物长卷绘画出现 杰出的画家如东晋顾凯兹 戴奎 南朝画家陆探威 张生尤等 他们主要集中在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南朝 虽然被后世称为画主 但目前流传于世的画作 基本为后人临摹 那么提起北朝 很多人想到最多的是胡人政权 好像也没听说过有哪些文化人 比较有名的也就是来自于西域的曹仲达 《曹一出水》我们讲过 可惜也未留下任何作品 那么1972年 楼瑞木壁画的出图 让我们首次目睹了北朝时期的绘画艺术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那就是其上层未尽 下起随堂 填补了中国绘画史上的这一空白 我们再来说一下其绘画价值 那就得再回过头来欣赏在东西壁的初行和归来图 前面说过 他应该是以长卷画为粉本绘画的 这一点不由得会让人想到顾凯之的洛神父 其虽微长卷 但是每一组画面又可独立成章 连起来有着完整的呼应故事情节 先从西壁来看 整体这队伍是从墓中出来 首先是猎狗开刀 共有四只 现已看不清楚 但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健壮与逊吗 应该是游牧民族的牧羊犬 随后而来的是队伍的岛旗 画面残破 但一眼就能看到马儿的眼睛 神采奕奕 四只绘画的伤词有力 接着是一幅四人骑马 和两名随从的六人大福祖画 最前面骑马的男主人和四从 看不到脸部 但是后面骑马的女主人凝视前方 显出老太隆重 戴小冠 身穿圆领内衣 外罩性黄色窄绣绣花边长袍 典型鲜卑人的男装女骑 身后两位步行的侍女 接头皮长发 外罩深色斧头 像是在焦头细语 如果这一小段描绘的是 东安郡王 太师夫人杨氏 那么稳重高傲的女主人 与心部专一随意聊天的 侍女的这种反差对比 恰是刻画得非常有故事感 我们再来看下一小幅 看后面的驼队 可知前两位应该还是倒棋 第二个人回首昂头远跳 好像是在确认 后面的驼队是否跟上来 他似乎顺势减速 勒勒一下马缰绳 马儿的前蹄上台 后腿蹲伏 两匹马这种往前冲 瞬间被拉回来的这种动感就出来了 也许这样的描述 还不足以让大家完全感受到 楼瑞木壁画的珍贵之处 事实上 如此场景写实的 我们往前推 三国至朝位时期基本看不到 唯一还留存的汉木壁画 可以参考内蒙古博物馆藏 东汉木壁画木斧图 以及郑州新密达虎亭汉木 可以看出汉代乃至北魏 东晋时期 所有的绘画无论多么的精美 线条多么的流畅 但给人的感觉都是千篇一律 像是一种固定的图像和模式 仿佛缺少一种人文的趣味在里面 但是到了北朝时期 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楼瑞木壁画细致入微的描绘 你能感受到 这就是当时真实正在发生的情景 我们紧接着看后面的托队 上半身大部分已残破 四人五驼 满载货物 两驼之间都有御夫 鼻高虎短 戴毡帽 身穿圆岭灰白色长袍 脚灯黑靴 这种长相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也看得多了 基本就是苏特人或者波斯人 靖阳是北西的重镇之一 北朝至隋唐时期 手工业野铁业就一直十分发达 而且是北方贸易集散地 大量的湖上往来 这些画面如实地展现了 山西和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一面 看完西壁第一层的出行图 我们再看东壁的归来图 最开始的依然是三人三骑组成的岛旗图 之前西壁的人物头部看不到 这一次终于稍微看清楚了 前者头顶抒发剂 外包裹扶头 下垂至尖 是典型的鲜杯长裙帽 人物眉清目秀 高鼻梁 广额圆形脸 而且能看清每个人的腰部 都属蝶蟹带 配挂着魏尚贤的长弓 紧跟其后的两位 在前的年轻人 头戴圆形沾帽 脸色向左后方 注视着后面戴长裙帽 及配件的老者 接着还是驼运队 玉夫和西壁一样 也是西域胡人形象 最后是大批的群马 北齐书《楼昭传》里曾记载 楼瑞的真主楼提 为北魏的真定侯 称其雄杰有十度 家童千树 牛马以古粮 在这里画了这么多马 应该是凸显牧主人在死后 依然享有丰富的牲畜和财产 我们接下来看东西壁的第二层 主题为安马游齐图 也是最为精彩的一部分 因为位于木道的下层 所以保存比较完好 西壁人马均由北往南 向外出行 主人和贴身垂虫坐于马上 虫者则步行相随 每个人的头部转向均有所差异 有的全身贯注 有的侧身观望 有的两两正在交谈 还有的只露出一个头朝向观众 每个人的心里似乎都有一个小剧场 如果仔细看 马儿的姿态也完全不相同 可见画师把人物安齐的个性 内心世界和动态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下面的一小幅更具有戏剧性 尤其是后面一位骑灰色马的 画师在方寸之间显功力 马儿右前蹄看起来前身又退却 左前蹄碎弯曲而后指步 挺胸昂首张口失明 顶上的中毛竖起 不知是受惊还是被主人猛然勒马 表现出剧烈的后蹲状态 右后蹄也在全身的压力下 置步不前 后蹲的同步猛力扬尾如肘 磕磕奋力倾泻而出 马儿出弓的形象悦然毕上 而骑者在此猛烈的运动中疑似有紧 即扭伸往后 接着又是八人三马骑行 这一次基本上大部分人还是往后看 不仅人往后 马儿也是 如果大家看秦汉墓葬壁画 几乎所有的人和马 都是风风火火的杀腿向前击持 而楼瑞木壁画 整体看下来 所有的人和马虽然是往前走的 但是重心是向后的 给人一种不急不躁稳定的感觉 我们知道 北齐一直遵循的是胡话政策 但在这里 画面上的北朝贵族 却有一种不逊于南朝斯大夫的优雅 那种抛开主观层面 从长卷画构图来看 这种一直往后看 实际上也是画师在引领官者的目光往后欣赏 他们在看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这位惊慌思错的老者 从其马匹可以看出 似乎猛然受到惊吓而后说 马头高扬 前蹄飞跃而后腿下蹲 骑者躬身俯伏在马背 双手紧勒缰绳 脚踩马凳 如果大家将这些马 与唐代画家涵干的造业白图相比 虽然笔法没有那么细腻 但论行绳 可以说难分高下 那么我们快速来看一下东壁 东壁的安马尤旗是贵来图 也就是走向坟墓 所有的画面都是主人和从者全部下马 牵马步行回归 那么话说回来 为什么要在木道绘画出行图和贵来图 东晋诗人陶渊明 在宛歌诗三首之二 曾以使者的口吻写道 西寨高堂寝 金树荒草香 荒草无人眠 急事正茫茫 一朝出门去 归来夜未央 还有北魏洛阳前兰记 卷二载 笑意里西北角有苏秦总 总旁有宝明寺 众生常见秦初入词总 车马雨宜 若今宰相也 这里说是宝明寺的旁边 有战国苏秦的墓 僧人经常能看到 苏秦的车马仪仗队 出入坟墓 如同当今宰相一般 当然 这些记录都不肯信 但至少可以反映出 南北朝时期 民间对死后生活的一种 普遍信仰与想象 最后我们来看最底层 也叫一味图 展现楼瑞生前 富丽堂皇的显幻生活图 北齐出楼昭传中 对楼瑞的记载 其在任贪重 以外戚贵性 重情贪射 巨脸无厌 这说明楼瑞生前贪图钱财 生活腐化 所以在死后 也要将生前的豪华生活 带入另一个世界 位于摸到第三层的 为君阅一味图 据记载 南北朝时期崇尚一味 周震以上皆有赏赐 而皇帝或王公大臣使用的一味 必用鼓吹和余宝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西壁第三层安玛在前 然后四人双双对吹长脚 或者说是大脚 紧接着是七人兵里图 正在前面的都双手拱于胸前 是在认真的迎接客人 后面扶着三流旗杆的 基本都不好好工作 要不在省油 要不就是在焦头接二 东壁的在博物馆应该是看不到了 因为靠近牧师 而牧师又被窃 加上进水 保存相当的糟糕 但是好在当时发掘的时候 做了拍照留存 基本上是展现大批的遗仗队 在公营宾客的场面 那么位于永道 和天井东西两壁底层的 磁搬件一味图 保存的也不是很好 所谓搬件 只有文式的保件 这是一种专门用于遗仗中的器件 搬件一味主要是迎送时之警卫 职责是守护主人的安全 另外在牧门外东侧的门关一味图 也是相当的有意思 这门关的穿着 有着典型的南朝风格 尤其是其包衣搏带 长须飘逸 衣文非常流畅 苏朗自如 你能从后世 眼里本的历代天王图中 看到其最初的影子 也说明了唐代绘画 对北朝的一个继承 最后 我们整体再来看一下壁画 可以说 自从墓葬被发掘之后 但凡中外新修中国美术史 楼瑞木壁画都是必须要载入图路的 有学者深深认为 楼瑞木壁画是以北齐宫廷画家 杨子华的坟本创作的 唐代画家张艳远 在历代名画记中 论及魏晋至隋唐绘画时 曾说 其间有中古可及上古 顾禄事也 下古可及中古 生有紫华事也 而张生游 杨紫华正是南北朝晚期的南北画风的领军人物 你甚至可以从唐代牧师壁画 看到这种发展与传承 即使在2000年 出土地保存更加完好的北极虚显修墓壁画 但仅就绘画记忆水准 无论是魏晋南北朝 还是隋唐 楼瑞木壁画 都可以看成是中国历史上 人物绘画的一个高峰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该主题日 已在号召世界各国关注博物馆 以及人类的文化事业 暂时欢迎大家多多去逛博物馆增长知识 也希望在逛博物馆的同时 进入今日头条 参与走进博物馆的活动 分享逛博物馆的经历 我是大雄 感谢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